每个反派都有一个成为灭霸的梦想 希望为全人类的计划生育做出贡献 本居的反派巴布罗也不例外 而且他想要的是将世界彻底重置 如今巴布罗已经极其关键道具 也就是当年犹大出卖耶稣时换来的30枚银币 只要巴布罗解开黑皮书 打开上帝之眼 就能成功将世界归零 主角团究竟会如何阻止灾难的发生呢 我们马上开始第七集的内容 镇长被前妻艾莉囚禁在游艇上 接连做了好几个噩梦 先是梦到自己回到小镇 然后又梦见巴布罗下毒害她 镇长从梦中惊醒后 看到艾莉一脸痴情地望着她 但镇长没有被甜言蜜语迷惑 她知道艾莉只是不想被人抢走丈夫 这个女人最爱的永远是她自己 而巴布罗的人在秘鲁地下挖掘 为最后的仪式做准备 一个倒霉的车夫翻车摔进土坑后 立刻被工作人员枪毙 另一边老法警带着刚救出来的居民 沿着大路一直向前 她现在只想回去见一见妻子 解释自己没有变成神经病 但女探长和女网红等人 不希望老法警回家 因为警察和内政部会抓到她 而且大难当头 他们几个既然知道真相 就应该阻止巴布罗毁掉世界 有通灵能力的小乞丐预感到 危机马上就要降临 云网红问小乞丐有没有办法阻止 后者表示 巴布罗的仪式有两个核心 他能看到二号核心的位置 那是一栋布满电缆的教堂 只要将其毁掉 就能阻止巴布罗 在众人赶路期间 精神病院的数学天才 成功解开雷金博士的电脑密码 并通过上面的机票记录 确认二号核心在巴塞罗那 另一边从地狱归来的大胡子 以及邪恶主教 已经乔装打扮坐上了飞机 因为他们的身体早已腐败 恶臭在封闭的机舱内迅速蔓延 同航班的乘客怨声载道 大胡子只好去洗手间紧急处理 他用保鲜膜过住腐烂的伤口 好不容易才抵达意大利 大胡子一落地就联系女兽医 后者接到死人电话吓了一跳 但电话那头确实是大胡子的声音 两人约好五分钟在机场问讯处集合 大胡子挂断电话后 跟邪恶主教交换眼神 两人同时对检查他们的机场安保出手 三下午除二干掉警卫 直接在机场内大开杀戒 大胡子原本就很能打 现在人都死了 更是毫无忌惮 女兽医再次看到大胡子 一时间百感焦急 邪恶主教打断两人的谈话 并且提醒他们 巴布罗的人已经赶到了机场 大胡子把黑皮书交给邪恶主教 然后嘱咐女兽医先去后门 五分钟后再较辆计程车过来 邪恶主教带着黑皮书走进卫生间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直视里面的内容 所以主教只好借助镜面翻阅 他很快翻到了第五章上帝的凝视 这就是巴布罗想打开的东西 此刻一个光头路人走出厕所隔间 主教抓着他的脑袋撞烂玻璃 然后威胁对方给黑皮书翻页 光头男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 只能老实照做 随着夜马越来越靠后 他的眼睛剧痛无比 邪恶主教快速浏览黑皮书的内容 并且记下了一串数字 而光头男已经承受不住原地自然 大胡子那边凭借不死之身 轻松解决了巴布罗派来的手下 女兽医则快速赶往地下停车场 他随便抢了一辆路人的车 然后开到后门 接上大胡子和主教二人 后者赶紧用手机录下那串数字 唯恐自己待会就忘了 主教告诉大胡子 根据书上所言 想阻止巴布罗就得借用教皇的血直眼 看来三人得去梵蒂冈走一趟了 他们很快抵达了目的地 大胡子跟当地的主教接头 后者带着他去见教皇 教皇为人谨慎又无比惜命 他建造了一座抵御咒语的安全堡垒 大胡子过来时 教皇正在床上看报纸 他开门见山提出想借用血直眼 这血直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当年朗基努斯用剑刺穿了基督内部 血直眼里就是上帝的内奸血 教皇不肯轻易将其借出 他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教徒 如果没有血直眼的保护 教皇恐怕活不了多久 邪恶主教见他不配合 索性隔空掐住教皇 他早就看不惯这个满脑肥肠的家伙 如今教会腐败不堪 全是因为教皇的无能 大胡子见状拿起血直眼 威胁邪恶主教放手 否则他就把血直眼摔碎 邪恶主教只好放过教皇 两人带着血直眼跟女兽一集合 他们即刻朝着秘鲁出发 三人跟高径组织前后脚落地 邪恶主教用法术解锁路边的车辆 悄悄跟上了高径的车子 然后趁他们停车休息的时候 打晕几个成员更换衣服 再若无其事地混进车队 同一时间老发警等人抵达了巴塞罗那 不过这个地方有15个教派 教堂足足有500多座 他们要去哪找到二号核心呢 就在这时 女探长接到上司电话 他随便敷衍对方几句 却不知上司通过电话定位 确认了女探长的位置 就在他打电话的空档 小乞丐突然爬上附近的建筑高层 他环顾四周 成功找到了电缆教堂 众人顺着小乞丐所指的方向望去 果然看到了一座塔顶发光的建筑 女网红对照某个地图 发现那里不是教堂 而是一家超级计算中心 他们乔装成记者混进采访队伍 成功进入了建筑内部 女探长看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男人 认出他出席过巴布罗的演讲会 这地方果然有猫腻 他们悄悄跟上可疑的长发男 对方乘搭电梯来到后门 并且走进了另一栋建筑中 门口还有两个保安把守 看来这条路没有办法硬闯 老法警绕到建筑一侧 打开井盖 几人打算从下水道进入大楼 不料被一个巨型排风扇拦住 如果强行停止机器运转 很有可能会触发安全警报 好在他们有麻花便的帮助 可以凭借意念将扇业速度变缓 几人趁空档的时间钻过去 谁知轮到老法警的时候 麻花便损耗过大突然晕厥 老法警直接被扇骗开膛破肚 几予几人来不及悲伤 因为数学家正在用量子计算机 破解黑皮书的最后一页内容 不料解密到达关键阶段时 女探长的上级顺着定位找过来 直接带武装部队闯入 他们一进室内就开枪扫射 逢人变杀 另一边毕鲁纳斯卡 大胡子等人混在高静的车队里 抵达巴布罗的基地 邪恶主教使了一点手段 带着女兽医坐上运送车辆 而大胡子跟两人分开行动 他想抢走路边的摩托 结果车主人冲上来 按着大胡子一顿暴揍 一个女人的力气居然这么大 大胡子也不跟他客气 反将摩托车钥匙抢过来 车主的同伙见状马上开枪 大胡子是以死之躯 压根不怕枪击 他夺回钥匙前往仪式场地 地面纵横交错的长线 看上去像是个巨大的电路 大胡子要做的就是用血之眼 阻断其中的电流 与此同时 主教跟女兽医进入营地 工作人员让他们换上防护服 两人搞不懂这是要干嘛 只能稀里糊涂地跟着移动 身边的人都绑着红色腕带 主教见状也却搞了一根 而镇长手上也有红色腕带 看来系红带子的人 就是高进选出的精英人类 可以在这场重置中幸运存活 路人看见镇长的腕带 忍不住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艾莉不知道对镇长动了什么手脚 后者竟然忘掉了他们闹掰的事情 老老实实地听艾莉安排 随后带红万代的人纷纷聚集到地下 里面居然停着无数架飞碟 巴布罗自20世纪70年代 就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地下空间 直到今天 他也只破解了其中一件而已 这架飞碟足足有3000年的历史 它的作用可不是前往太空那么简单 飞碟可以载人进入另一个维度 巴布罗宣布 只有30个天选之人 可以抛弃即将灭亡的世界 飞升到无限之外 有钱的大佬们一听不高兴了 这里少说 也有50多号人 剩下的要怎么安排呢 巴布罗表示非常简单 全杀掉不就完了 处理完人数问题 他开始分发银币 这30枚银币就是通行证 被选中的人依次进入飞碟 巴布罗拍下的巨石 也放到了正确的位置 它的作用相当于天线 现在只要巴塞罗那那边 破解出密码 他们就能成功起飞 开启上帝之眼 在等待期间 主教领着女兽医 偷偷潜入飞碟 巴布罗虽然通过监控 发现了他们 但没有出手阻拦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过艾莉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气恨女兽医 夺走了镇长的心 准备偷偷解决对方 同一时间 巴塞罗那传来消息 基地遭到女网红和警察的破坏 最终计算被迫停止 巴布罗通过实时画面 看到了那边的惨状 就在他坐立不安之时 巴布罗发现 镜头捕捉到了计算机的屏幕 最后一串数字已经破译 技术人员立刻根据密码 按动飞船内相应的机关 只见金色的花纹在飞碟上游走 他们成功升至半空 引来了无数人的欢呼和围观 另一边大胡子找到线路交汇点 他拿出伪装成球杆的血脂眼 迅速完成组装 再根据主教记下的数字 转动犬杖上的机关 不料空中飞来一架直升机 对着他就开始扫射 周围也聚集了一大批武装部队 事已之词 大胡子也不手软了 他挥舞着手中的血脂眼 红色的血雾夹杂着闪电 直接将直升机提烂 至于飞碟那边也在大战 艾力带着镇长堵住女兽衣 她手上有银币之力 邪恶主教也不是对手 女兽衣虽然奋力反抗 可是镇长已经被洗脑 她在艾力的操控下 对女兽衣大打出手 危急时刻 主教又往锅里倒游 她告诉艾力大胡子会破坏计划 你可以留着女兽衣做人质 也许关键时刻 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此刻飞碟已经来到巨石上空 乘客纷纷闭上眼睛 举起银币 天地间风云巨变 上帝之眼自云翼中浮现 眼看飞碟就要靠近铜人 大胡子将权杖立在土中 红色的能量缠住巨石 成功将飞碟拖住 但大胡子很快筋疲力尽 上帝之眼的力量太过强大 她根本没有能力阻止 飞碟还是进入了巨大的眼球 世界末日如期而至 就在这最后时刻 大恶魔总算现身 她告诉大胡子 你必须跟他们一起离开 后者温言折断权杖 大胡子也被吸尽裂缝 她在一片草地上醒来 发现这里居然是佩德拉萨小镇 另一个维度的女兽医 老法经等人 都在这里平静地生活着 不过巴布罗飞碟的到来 必定会打破这种瓶颈 本季故事到此结束 看样子估计还有第三季 不得不说西班牙很会拍 神秘宗教设定 但最后外星飞船突然出现 真是让人棒不住了 难道说玄幻的终点 真的是科学 这一部剧情远不及上一季 起码首季还有对 宗教故事的再演绎 这一季却搬出了 平行宇宙的老套路 只有地狱复活 让人眼前一亮 观看结局的话 主角团简直 努力努力白努力 正正忙活了八计 上帝之眼还是开启了 不知道编剧会怎么编下去